嗨,大家好,我是小雷哥 前两天AG常会零封微博TS后引起了不小的节奏 以至于AG官博当天恭喜AG战胜TS的发文 被TS战队所处动价,微博官方屏蔽 同时,微博TS的新教练胖胖却上了热搜 这就有点尴尬了 我们能看到当天AG的微博是因为被多人投诉导致的 之后就有很多粉丝纷纷猜测,这是在打击BUFF吗 可细想起来也不至于,最多也就不上热搜罢了 随后AG官博重新又发了一次祝贺 张桥表示,只能再说一次,大家都棒 但即便是系统真的误散,也难免会让大多数人误会 时隔两天,18号,AG迎来了秋季赛第二战 面对新阵容新教练的一时大 AG月光再次开启轮换战术 这次艾斯六哥回来了 并且将7年化为了179天没上过场的林雨萱 这场对决又是看点失足 是AG连胜还是一时大新阵容崛起呢 B局AG常会6年6年婆,林雨萱盘古,笑颖王正军 伊诺旅言坊,艾斯鲁班大师 E-Star Pro,紫末马超,重情局右行 无心细思,八海玉机,无名盾伞 可看到月光斑掉三个射手英雄 明显是在针对射手柜花海 对于新阵容的E-Star Pro,AG能否拿下此局呢 游戏开始后,林雨盘古红buff开局 可上面也去,橘子一人就将AG蓝buff反掉 出乎意料 这波可以给钟老板点个赞 1分40秒,下路三人抓到艾斯 钟老板的橘子将其一套带走,拿到一血 打得非常凶 这还不算,当暴军刷出后 两方发生第一波大传战 六个大招先手开端,只打到橘子一人 队友立刻跟上 乱战中紫末马超大显身为 最终AG不敌一死他 仅两分钟就被少见的团灭了 马超拿下三人头起飞 全程高光不断 8分40秒,中路团战马超再杀两人 观众和解说都惊呆了 伊斯大和紫末到底什么来头 最后得知16岁石国服,一有两年的经验 也就是说14岁就在情绪了 难怪这么厉害 KPL又要出黑马队员了梦 10分钟伊斯大收下暴军后 马超一追尸,非常嚣张 14分半,紫末马超见日就杀 四强将艾斯道鲁班大师戳死 虽然伊诺李源芳临死前点死马超 可一花二很亏 17分钟AD一波突脸 瞬间将鱼击秒掉 但也只是打掉了复活架 随即伊斯大开启本狼强开 同时AD也并没有被吓到 6个直接开打 虽然最后达到4人 但能打出高伤害的只有一诺 林宇很难磨到人 收下人头 关键就是紫末进场 这边也是伊诺拿了三杀 紧接着又一波团战开启 最后一波AD还是没能翻盘 输掉第一小局 不得不说 1427人紫末的马超真的太顶了 反观AD输出点太少 林宇的位置有点难受 被动住了 孝颖再开了个大招 王军军直接把人直接冻死 看一下复活站起来 再被空了一段 能走吗大残血 林宇被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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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好把人跌死 有机会直接一波 关键时刻等待复活 66还想再保 孝颖活到了最后 还是被杀掉 二连击破 三连决胜 带着中路的兵线 团灭成都AG 只有一个脆弱的小兵 最后时刻 想要直接一波 在20分15秒的时间 打了一波激烈的团战 点亮水晶 让我们恭喜武汉 Eastar Pro 绝着弹幕的吐槽声中 来到第二局 光之轮换继续开启 林宇被七年怀上 AG选了孙上香 他以阵容 再次放出阿古朵 Eastar拿出大桥攻処力体系 前期Eastar打得非常凶 抢下第一个蓝拔 现在中路将阿古朵击杀 收掉AG一血 AG又是劣势开局 但AG的韧性很强 相互拉扯 击杀坏人 成在DIG做替补的重型 来到Eastar打得非常凶猛 10分20秒 AG终于找到机会 直接秒的连破 武人立刻强压Eastar中路高塔 还好重庭蓝拟王 然后将伊诺四上香切散 才得以解位 可四上香这时高达1万经济 Eastar已顶不住 被Eastar带了节奏 并且不敢正面接团 15分钟 下路马超单杀重庭蓝拟王 对于Eastar的无力投他 16分钟 6个大招强猜中路高地 绝季最后一波 虽然连破开到AG一路 但S瞬间将其复活 立刻繁大 最终翻回一局 看两个人复活之后 蹲得怎么样 先给雷特小控制 帮过一顶 还能再来一枪 正面输出 直接点死了大C 没有能够回去 正啊成为在正面站上 拥有了优势 纵权交了一波技能 上去想清楼 但是很危险 自己直接交代 这一条命 只能换一条龙 后面还有一条 武汉SR Pro 现在面临了大危机 非常难手 上路龙大位的直接 把塔推掉 想轻松打赢 现在有月光的AG 根本没那么简单 这局后期的七年马超 和伊诺时尚强 都是非常猛的 AG两次召出 阿古朵 暂时百分之百胜命 搞笑的是 平子开玩笑地说 导播说 什么 你在教我做事 伊诺都拿飞了 我不给伊诺MVP 我上个赛季的导播 你们白看了吗 所以我给你们赌命 这把MVP肯定给伊诺 赌命 好啊 这把的MVP肯定给伊诺 果不其然 就是伊诺 好了 由于时间过长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讲开下来上解说 直接点开小赵哥头像 两期一起发出 最后喜欢别忘了 点赞转发评论哦 拜拜